最近,有要中茅台之称的片仔黄,被市场疯炒。 如今,买片仔黄和买茅台一样,在线下买,需要提前排队,且每人限购两例。 线上买,也需要拼手促看运气。 三客一例,原价590元的片仔黄,网上最高炒到1300多元。 按可计算,单价已经超过了当前黄金的价格。 很多人会好奇,片仔黄为什么卖得这么贵? 归根结底,原料稀缺性,饥饿营销,和神乎其神的功效,是片仔黄,被风炒的根源所在。 首先,片仔黄,贵就贵在,原材料中含有色香。 片仔黄主要成分为牛黄,色香,三七,蛇胆,其中色香最为难得。 而色香在其原材料中的比例,仅仅只占3%,但别小看了这3%, 色香,在一粒片仔黄中的成本,却占了55%。 色香为雄性色,香腺囊中的分泌物干燥而成, 一头色,每年只能产色香20克。 而野生色,是中国一级保护动物。 据统计,2017年,中国野生色的数量, 已经从上世纪50年代的300万头,锐减到不足6万头。 因为数量极其稀少,产量极低。 所以,天然色香的市场价格,在每克200元,至几百元不等。 更为关键的是,国内对天然色香,实行了配额制。 只有获得资格的企业和产品,才能采用天然色香。 而片仔黄,是2005年,全国首批被批准,使用天然色香的药品。 所以在2005年,每粒片仔黄,都会加贴单独编号,并且限量生产。 在原材料稀缺的背景下,片仔黄的采购成本水涨船高, 再加上强大的无形资产背书,公司便拥有足够的自主定价权。 这也直接引发了后来产品的多次提价。 据券商统计,2004年到2020年,片仔黄一共提价了10次, 从125元提升到了390元,涨幅212%, 而从国内零售价来看,一共提价9次, 从325元的零售价,提升到了590元,涨幅82%。 可即便是一再涨价,片仔黄的市场需求,依然旺盛, 业绩也是蒸蒸日上。 仿佛价格越高,越有人买,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 在闽南方言中,黄,一指热毒肿痛, 加之要定,需切片分腐,因此得名,片仔黄。 相传,明朝万里年间,一位宫廷御医,因不满朝廷暴政, 斜片仔黄秘方流落漳州,削发为僧。 因附近百姓,多有病人,御医便以名贵中药材,炼制为药定。 凡是热毒肿痛,全都要到病处。 随着人们的口口相传, 如今的片仔黄几乎成了,包治百病的神药。 它的疗效有多神, 类似的信息网上一搜,可谓比比皆是。 有人治好了慢性咽炎, 有人治好了口腔溃疡, 还有人,胆囊息肉消失。 此外还有传言说, 片仔黄横扫肝炎,胃炎, 前列腺炎等,各种炎症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 片仔黄药效的传闻, 开始变得神乎其神。 譬如,食道癌服用片仔黄, 延寿五年,肝癌扩散, 服用片仔黄,减少痛苦。 老华侨服用片仔黄致癌等。 有媒体报道过, 部分片仔黄的体验店和博物馆, 就曾大肆宣传, 片仔黄能够防癌抗癌, 和修复肝脏细胞等。 首先,我们要搞清楚, 都是谁在买片仔黄。 如今,售价近千元一粒的片仔黄, 如果只是像包装盒上写的那样, 清热解毒,凉血化淤, 用于热毒血淤, 所知及慢性病毒性肝炎, 那么寻常百姓, 是用不起的。 相同的药效, 有太多的评价药可以替代。 但如果, 片仔黄能致癌救命, 那么身患癌症的人们, 自然不会嫌贵。 可片仔黄, 真的能抗癌吗? 目前来说, 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, 片仔黄对癌症有什么奇效。 国际金融报的记者, 曾致电片仔黄公司求证。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, 片仔黄不存在虚假宣传的情况。 企业仅与301医院, 展开了片仔黄治疗晚期结直肠癌的临床研究。 片仔黄与301医院的研究成果显示, 片仔黄具有免疫调节的作用, 对结直肠癌有很好的治疗前景。 而片仔黄在2020年8月发布的公告中说明, 公司正在开展片仔黄对中晚期原发性肝癌治疗的临床实验。 完成实验后, 经过要监局的审批, 片仔黄就能在包装盒上添加致癌的说明了。 所以, 片仔黄能防癌抗癌一说, 根本不能下结论, 毕竟还在临床实验阶段。 当然, 如果抗癌防癌的说明被批准添加在包装盒上, 那么片仔黄的股价必将又会引发一番大涨。 这些的种种传说, 以及位下定论的致癌功效, 只要有人愿意相信, 就不会缺少购买者。 这也让片仔黄自2003年上市以来, 业绩一直稳步增长。 从2004年至2020年, 片仔黄的营收从2.14亿元增长至65.11亿元, 翻了30倍。 净利润则从0.6亿元增长至16.72亿元, 增幅达到惊人的2786%。 片仔黄和云南白药都拥有绝密配方, 但跟后者相比, 片仔黄的盈利能力显然更强。 近5年来, 无论是毛利率还是净利率, 片仔黄均高于云南白药。 而且, 片仔黄核心产品干壁用品毛利率超过80%, 更是秒杀云南白药和东厄厄交。 自2003年, 在上交所上市, 片仔黄发行价只有8.55元。 如今一路上涨至2021年6月24日收盘的428.5元。 18年时间, 股价翻了50倍。 目前公司总是值2585亿元。 一粒小小的药丸, 将片仔黄推上了药中茅台的地位, 也成为缔造财富神话的推手。 王富济, 一个被中国投资者成为价值投资典范的最牛散户之一。 他最早出现在片仔黄十大股东之列, 是在2009年第二季报, 以1.97%的持股比例, 位列公司第四大股东。 他当时的建仓成本仅为5元左右。 2010年中报, 王富济已经成为片仔黄的第二大股东, 持股比例增加到4.5%。 此后的11年, 王富济一直占据着第二股东的位置。 截至2021年, 一季度末, 其持股比例为4.48%, 持仓2703.75万股。 按照最新的市值, 王富济持有的片仔黄股票价值, 超过了115亿元。 除了王富济, 对片仔黄的投资, 也推高了一些民间股神的地位, 比如重仓茅台的林源。 2018年半年报中, 林源旗下的私募基金, 以0.64%的持股比例, 出现在了片仔黄十大股东中。 截至2020年6月末, 其旗下三只私募基金, 合计持有片仔黄股票883.7万股。 与当初30元买入茅台一样, 林源看中的, 也是片仔黄的垄断性, 能够手握定价权。 根据天眼查显示, 片仔黄的生产企业, 张州片仔黄药业, 是一家国有药企。 不过, 这家企业, 似乎一心一意, 想把片仔黄, 打造为奢侈品。 片仔黄的董事长, 之前曾公开表示, 要做好片仔黄的销售渠道管理, 及终端价格的维护, 打造片仔黄的高端形象。 在片仔黄股东会上, 其董事长, 还委屈地说, 原来是一粒片仔黄, 可以买四瓶茅台酒, 现在是一瓶茅台, 可以买六粒片仔黄。 雪球投资董事长李昌明, 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 片仔黄可能在学茅台酒的, 饥饿营销方式。 他介绍说, 前两年, 片仔黄高管, 曾到茅台公司, 考察取经。 林源曾被问及, 片仔黄会不会严重地供不应求。 他笑了笑说, 那都是他们的营销学。 片仔黄是独门生意, 他想卖多少就卖多少。 从新闻来看, 多地片仔黄现购, 甚至脱销。 这让本就单力仅重三克, 售价却高达590元的片仔黄, 在网上价格, 更是被炒高了一到两倍。 不仅如此, 在片仔黄的电商旗舰店中, 定计也是缺货状态。 到线下店购买, 需要提前一天线上预约。 至于片仔黄所拥有的, 国家级绝密配方, 更是成为企业, 对外宣传的一大噱头。 据称, 全世界知道片仔黄配方的只有三个人, 上下班受到严密的保护。 对于网络上, 对片仔黄疗效的各种炒作和神话, 作为生产企业的片仔黄药业, 作强炒作带来的暴力。 另一方面, 可以说, 嗅觉灵敏的资本, 也正在寻找第二个茅台。 而从秘方, 地域, 垄断性, 到不可描述的功效, 片仔黄的确具备, 所有炒作的元素。